今天我們要邀請的就是詹維中 詹維中剛剛玉琳已經講了 剛剛玉琳講過的故事 你不准再重新 爸爸不准再出現 然後呢 中文故事不要再提了 前任女朋友的事情也不能再講 德州殺雞也不能再講 爸爸的背影千萬不要再出 什麼看到酒 然後想到父親 然後留下兩行的熱淚這種故事 已經全部都說過了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維中 維中您今天帶來的酒是什麼酒 我的故事是真實性很深 我是百分之百真實 我是李昌鈺的殺弟子 我們的原則都是什麼 有一分證據 說十分話 我走過去留下痕跡 好不好 臉都紅了 因為我本身在三年前的時候 幫別人看風水 就叫風水最重視是酒櫃 因為酒櫃酒櫃 九九九九一定會高貴 它就是貴水的意思 水分三種 一種是清水 一種是茶水 一種是酒水 只有酒水才能放的酒 才會增值 那麼酒櫃如冰箱如米缸 它代表居家的財富 這是我去那個人家裡面的時候 東方的木 水木香生 這邊可以放酒櫃 西方的金 金水香生 也可以放酒櫃 北方北北水水香生 這三個位置是唯一可以放酒櫃的地方 我們今天是吃到孫悟空來 那個 定學 我剛剛就跟你們講說不要給他喝酒 喝酒現在變這樣 你安心說 不要 他們不直接抬走 今天算是 華人街的風水 達人 你整個風水就莫名其妙地 起擋起來了 好了啦 你好人沒 酒啦 偶爾啦 一分鐘正經一下 好難喔 講的 坎坎而談 客人聽得好 露目三分 淘醉其中 沒有 這酒該怎麼擺 問了很多 我講的是頭頭是道 後來發現其中有一瓶酒 就是這瓶酒 擺在他們家酒櫃 輕一點 我看了 停了將近四十秒 為什麼 天啊 沒想到一尾燒酒蝦 可以產生這麼大的效果 因為這瓶酒 這瓶酒 跟我爸爸往生前三年的時候 過年 不要講父親 這是真實故事 真實故事 我看到這瓶酒 想到我父親的慈眉善目 這不是也是這樣講嗎 這瓶酒也是這樣講 這瓶酒也是這樣 問題是 重點是客人 看到我的 未知動人 他父親過世前 送了他一百瓶酒 但是前賺還後賺 客人被我的那個感覺 感動了 對 我說我幫你看了風水 這瓶酒 賭物私情 想到我父親 我今天跟你保證 如果三年後 風水調整沒有賺到錢 我退三倍 我的看房子的那個 紅包 那有誠意 但是如果 錢已經退給人家了 一百萬 我說如果你看得好的話 我對這瓶酒 我非常感動 想幫你買 因為它是我跟爸爸一起 除夕夜喝的 唯一最有紀念性的酒 已經喝掉了 四隔三年後 也就是去年 叮咚叮咚 電話響了 你們的手機聲音都好怪異 叮咚叮咚的 對方說 張老師謝謝你 經過你調整 我們生意確實又起來了 不得了 其實給我看風水的人 加分的是很多 這不勝美局 就不多說了 他說請你來 新莊的朋友 這瓶酒我們答應 送給你 我如獲至寶 如獲至寶 如數家政般的 放在我們家的 合適的那個櫃子上面 酒櫃 仿佛是爸爸重現的感覺 不要講爸爸了 仿佛是家父 那這瓶酒的意義非常深遠 我希望 這樣沒辦法哭 為什麼 我怕哭了以後 你又叫你爸爸來找我 不會 所以這瓶酒是當年 你跟您父親那個 喝掉了 一模一樣的 一模一樣的 在除夕夜的時候喝掉 對 好 那這瓶酒是同一個年代嗎 那爸爸那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瓶酒 我爸爸本身就有收藏酒的習慣 對 在那個時代有沒有 家裡面酒櫃更不喝的也放酒 代表一個珍貴 在沒有老酒淋之前 事實上就有老酒沾了 就是他爸爸 還好你不玩酒 不然就今天沒有我出現的 對對對 那個時代家裡面都放個酒櫃 對 無論一定是放個酒 代表爸爸是在裝飾品 爸爸是在做什麼 因為我爸爸是 之前是軍人 對對對 怎麼又一樣啊 就一樣啊 真的還想 就一樣 就一樣 同富就對了 一樣啊 不是 他爸爸可能是 他爸爸可能是四官長 我爸爸是 官校十六期的 陸軍官校 我爸爸不是將軍嗎 我記得 是代曆的部下 爸爸是將軍 張天佑嘛 對不對 不是 不是代曆啦 不是代曆啦 情報頭子的部下 也是歷盡蒼蒼啊 為了逃命知道吧 穿梭在那個森林當中 剃光頭 裝死 躲棺 尿尿 裝不認識字 逃過浩劫 都當到將軍了 還要穿過童林啊 因為老共要追殺他 爸爸那時候逃到哪裡 逃到澳門 離鄉背井認識我媽媽 因緣聚會 生下了我 那媽媽是哪裡人啊 媽媽上海的人 也逃到澳門 喔 厲害 我爸爸對我媽媽很大方 對 我媽媽以為怎麼叫到個 好像遇到個小開的齁 有一次偷偷跑去看我爸爸 偷偷跑去看我爸爸 我爸爸出手對他很大方 自己在家裡面吃豆芽菜 我媽媽看了嚇一跳 欸 怎麼會這樣子 我媽媽感動了 說你自己刻苦 卻讓我有吃有喝的 看電影吃喝 不愁 感動 留下了深情的淚水 嫁給他生下我 喔 所以你出生是在澳門 對 他生在馬曹 蛇月十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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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放假這樣子 喔 原來是為了要紀念你喔 對對對 對 好 這瓶呢是Materi的酒 那父親 留的那瓶已經喝掉了 那重新如獲至寶呢 則是幫人家看風水的時候 人家的一個回禮 對 好這一個是Materi的酒 來 請年份能不能透露一下 年份上面看得出來嗎 基本上有參考的依據 這瓶酒保存得非常的好 而且沒有開過 嗯 很不錯 嗯 上面居然浮出爸爸的影子 顯靈了吧 爸爸來找你了 爸爸已經往生了 跟爸爸來找你 好 所以 所以 這一次可以擲筊就對了 可以擲筊了 前面那個不能擲 這一次可以擲筊了 好來 你自己顧的話 能顧多少錢 我比較含蓄不浮誇好不好 四千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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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種的形狀有沒有 彎彎的 對 貼在身上的 要幹嘛 想起爸爸 溫酒是不是 溫酒 你這樣溫回去吧 不過那個什麼 那個維中講的沒有錯 這種形狀 通常是做成什麼 大衣 對一個大衣 但是沒有那麼大瓶 通常是行軍酒 或者是放在後面這邊 打五到兩百CC 對 它剛好是一個形狀 那很多那種遊牧民族 或者是放牧的人 當那個比較高高高 高山裡面去的話 一定都要喝這種烈酒 這個比較好吸引 對 其實去爬山的人 應該也要帶一瓶這種酒 它太重了 一般就小罐的 有三百五 有兩三百 一百 好來 我們評估一下 你說幾年啊 等一下再講好不好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目前市長看行情價是多少錢 四千塊 正好 不準的 我不會說講個五十萬十五萬是騙人的 我就直接四千塊挑戰 你真的神經妙算耶 神經妙算 雖然我大哥有點浮誇 可是我不能這樣說 大哥你在這裡啊 他還在 第一個 你看他連容量九千度都沒有寫 這個是一定是在民國七十年之前 第二個它是這種鐵蓋的 像這個之後有軟木塞 這個鐵蓋是沒有 那這個大概在民國五十幾年到六十年了 所以這一瓶應該是在六零年代的 是 是沒錯的 那瑪迪利的VSOP 這種磨砂瓶在大陸是非常受到喜愛的 像這一瓶酒的話四千塊 其實是為了符合它準確啦 真的喔 對它看東西是那麼的準 所以就跟它符合它四千塊 其實它不只 真的喔 它還高一些 這一瓶酒還要更高啊 對 像這一瓶酒在大陸賣個六七千塊是很正常的 可是不能卸它的底啊 對啊 你可以說它不準 可以說不準可以說不舉 所以 所以老舊裡你說這一瓶酒是多久啦 在民國六十年左右的 這麼久啊 所以提到六千塊嘛對不對 在大陸可以賣六七千塊 在台灣的話 一般收購的話再三四千塊 蘋果六十年的時候 放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可是你要去大陸 中間還有一個過程 然後它還有大盤要批中盤 中盤要批商店啦 你不能就是說 對啊對啊 像我們估價的話 就是一個行情啦 那我這個揮發達只有 沒有它沒有揮發達 沒有它沒有揮發達 非常好 老舊裡 當年代這一瓶酒要賣到多少錢 一千多塊 一千多塊 大概一千五千 那有真值啊 可是真值很少 就是因為洋酒最近貴 而且它奢侈品 那後來它才賣七八百 你說一千多塊是台灣內銷的一個價格 就是在外面賣的價錢 老舊裡你們家還有沒有這個 有 也是有 一瓶而已 一瓶而已 那不行 這量還是比較少一點 動這瓶酒 就得動我父親的意思 就得正式跟我挑戰的意思 不要誤引人 不要誤引人 喝醉了 你喝醉了啦 連動意店都不可以 詹老師每年清明節 都還拿出來在那邊插 好感人喔 好像你去過我家了 除夕夜的時候可以開來喝 好啦 好啦 你就放一個空酒杯跟爸爸喝 乾兩杯 對啊乾兩杯 沒有人敢說你不舉了啦 真的 來接下來這一個的話 有夠厲害了 這個厲害了 這最起碼比那個什麼 那個骨灰坦還來得最厲害 這個厲害 看到他就知道你很硬 對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瓶酒呢 這一瓶酒的話呢 如果仔細看的話呢 大家覺得說它好像似曾相似 我們待會再來講一下 為什麼大家覺得說 好像有看過 好像有看過 好這瓶酒的話呢 到底是怎麼來的 這個瓶酒就是 我的岳父 在我結婚四年後 一直都沒有生 哎呀 緊張的 有一次我們就要去夏威夷度假 他語重訓長的交了兩瓶給我 哦 兩瓶 兩瓶 他說你帶的去 我對了 給你老婆比較實用 我岳父也往生了七 我講一次 我講這意思是說 老婆喝兩杯 比較有趣 對 我想歪了 對你想歪了 我們瘦了 因為 因為 結婚四年了 用盡所有方法都沒辦法懷孕 這不舉還是 短人離間 快兒 老九霖也需要問到那麼詳細 對 當年蔣公就是為了他這個毛病 在金門大五山上寫下四個字 就是要提醒三瓶 五萬都在一起 你們為了要提醒你了 你們為了要提醒你了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啦 這一瓶 這一瓶酒最新岳父送給你 然後是要到夏威夷去度假 我喝了兩瓶酒 喝掉了一瓶 一瓶還留著 然後喝完之後 整個全身貪軟 看只有肝硬的這樣印起來了 那還 後來真的是意外的在那邊懷孕了 哇 這麼厲害啊 去了之後回來一個多月 我打電話從國外問我太太 她說懷孕了 我這段是受孕酒欸 我不清楚 反正就是住姓就對了 哇 越後真的是用心揚手 而且當時在夏威夷的時候 那天的晚上 月黑風高之外 外面的陰陰陰在那邊穿梭我 我不為所動 臨危不亂 對 臨危不亂 我真的覺得你真的越來越像神域 我們是御林軍啊 對啊 我們是子弟兵啊 好啦 那後來 後來 小心這個斷掉 好 這一瓶酒的話呢 是 生下第一個女兒 對 那時候呢 岳父動的 讓他能夠生下第一個女兒 那岳父聽說是 在南部非常知名的一個建商 對不對 他之前從事電子業 台灣很多的黑白的那個影像管 都他研發出來 算是台灣我自己封他為 影像管 黑白影像管之父 哇 不得了 岳父人很好 曾經帶家人到日本看病 對家人負責任 投入 用心 吃苦 在那邊因為對家人用心 而學會了真空管的技術 在台灣發揚廣大 之後轉建築業 也是 四炸風 漂亮 接得好 差一點慈窮了 我跟你有默契 最近年紀到了 有時候會怪怪的KK 有時候幫我接一下好不好 然後呢 就是搞建築業也蠻有成就的 那怎麼會 怎麼會把你的家給你呢 你們兩個怎麼同伙的 我站在你這邊 對啦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緣分 他告訴我說 你們兩個的感情要長長久久 常常久久為什麼要握著這個 這個久有這個鞋印嗎 而且 因為他老婆家事良好 老婆非常有錢 有一次我就忍不住問詹老師說 那老婆那麼有錢 他會不會訪你啊 他說 不只我老婆訪我 他們全家都在訪你 真的還假的 那我們師父吧 你知道嗎 對 我還說你別有所足喔 你 很委屈 其實不會啊 可以噪音嗎 會 你知道嗎 他女兒 你說他女兒 睡下來之後結果他女兒怎樣 你知道嗎 他女兒跟他一模一樣 會通靈 會算命 真的 他女兒 天生就會算命 你女兒現在多大啦 國二 真的會算命 懂一點點啦 你剛剛這樣子講的話 那個玉琳這樣子講 我在懷疑說 岳父那時候送你這兩瓶酒 可能別有用 就是不再 其實也是長輩的一個心意 沒有想到你是那個 不如許萬能抹煞跟抹黑的 沒有想到你是那個 酒命怪貓這樣 對 他本來想把你毒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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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瓶酒的話呢 是甜蜜蜥威士忌 對 所以那岳父送的 然後現在您估的話呢 估多少錢 保守不囉嗦 好不好 三萬起跳 三萬起跳 這罐是很少見的 三萬起跳 因為它其實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別 大家看一下 這個瓶口的地方呢 它居然是用木頭的 對 這個地方是木頭的 然後呢 它這個酒生的地方的話 除了一個造型之外呢 另外還有一個呢 就是它的一個 這個呢 我剛剛摸了一下 好像感覺是 好像真的皮革 對 這好像是真的皮革 你看底下這邊 顏色都變了 而且它做得非常的清晰 你這要拿可能還拿不下來 而且酒後亂性 任何人看這個酒情有沒有 就有莫名的衝動 會 這個是不是也是一個樂器喇叭的一個 上次我拿過那一個 上次你是不是有帶一瓶啊 浩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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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羅賓翰的那個 所以我主要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時候 我這樣好 等一下它知道意思了 嘟 緊張是不是 難怪它要煩你 現在岳父家還OK啦 還有更多的酒 我以後再 不是啦 我是說財產啦 家到怎麼樣這樣 很好 越來越興旺 而且它留下 再給我之後 土地翻倍的漲 喔 他們家的資產出估差不多五十億有 你聽一下那五十億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這也是一版話啦 沒有沒有沒有 不用那麼辛苦 那是甜那些的威士忌 待會兒呢 咕完以後呢 我們請老九霖告訴我們大家 為什麼這瓶酒好像看起來似曾相似 對 好來老九霖幫我們咕一下 這個甜那些的威士忌 目前市場上 行情價值多少錢 三萬 但是那是省下來的醫藥費 就是看診費 因為它本來不舉 它本來不舉啦 看醫生要花那麼多錢 所以它到底多少 這還是三萬吧 大概 因為這瓶酒我真的沒見過耶 我第一次看到 而且它真的很古老 對 很漂亮 我個人依我看它的造型 是五千塊的價值 但是它的酒 五千塊跟三萬差很多 對啊 你都沒見過的酒 省下的菜省費啦 它本來不舉啊 造型只五千塊算不簡單 這個酒是新的 是珍寶啊 這個酒沒有很珍貴啦 你怎麼知道 你都沒見過的酒耶 沒有沒有 甜那些的酒 像郭本威士忌系列 甜那些的酒 它本身酒的價值性不高 可是我覺得 你剛雇一個三萬塊 我覺得你三萬塊 應該把它賣給 那個玉琳應該會 對 因為你一定會拿 可以順利得子的話 哇 那三萬塊的話 搞不好真的 你趕快 你拿回去喝喔 不能來用喔 搞不好 剛剛老九齡說 依照外型就只五千了 這是對的 對 同樣的外型 你去情趣用品店買 六千還會露店 很多人 送給他啦 送給他啦 很多人會拜像醬形狀的石頭有沒有 拜醬形狀的木頭有沒有 你拜醬形狀的酒 當然就是多啤酒生啦 有啦 我剛才有看了一下 就是說它本身也不是什麼限量 它是一個紀念 就是那種星際大戰的紀念 紀念的酒 那這個也是真比的沒錯 然後我沒有見過 所以我用造型來鋪它 它真的是有包皮的 它是公的啦 不是啦 就真的皮把它包住啦 送給他 但是呢 剛剛老九齡講到一個重點 這一瓶酒的話呢 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 星際大戰 星際大戰裡面的這一瓶酒對不對 是是是 這個 這一瓶酒呢 其實有個非常重要的三個特徵 其實我覺得大家想像力都太豐富 它其實跟性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沒有在講性啊 沒有啦 我真的想太多了 這個酒呢 其實如果你有看過那個西部牛仔的電影 這個是專門裝火藥的 有沒有 以前裝火藥那個袋子 以那個形狀為基礎的 然後後來呢 在1964年的時候 它被這個公司呢 特別設計 for那個星際爭霸戰 來使用的一個酒器 然後不過在星際爭霸戰 它是拿來當作一種特殊的 白蘭蒂的一個裝瓶子 但事實上它其實裝的是 田納西的威士忌 這是第二個特徵是它是 這個Star Trek 然後呢 第三個最大的特徵是 我們要談的是裡面的酒質 到底好不好 我們一般喝博本威士忌 其實就像是老酒林說的 博本威士忌玉米做的 直白嗆辣 放在橡木桶當中 熟成的時間也不會太長 是很強勁的 沒有像蘇格蘭威士忌那麼細緻而優雅 但這支 你知道如果你是喝威士忌的 你會發現 蘇格蘭威士忌是W-H-I-S-K-Y 對 美國的威士忌W-H-I-S-K-E-Y 是不一樣的 可是這支酒 它覺得我做出來的美國威士忌 可以像蘇格蘭威士忌一樣優雅而細緻 所以可以仔細看它的評審 它上面是寫W-H-I-S-K-Y 沒有那個E K-Y 對 就是它對於自己的酒 的堅持 你有信心 你懂英文嗎 他流發的 他看得懂 你好 你好 這裡 這裡 給你鼓掃 來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老師講的就是這邊 這邊有 威士忌 這裡 小小的 那如果是以一般美國做的威士忌的話 後面的話是 S-K-E-Y S-K-E-Y 然後它這邊是直接威士忌 S-K-Y 是 所以它覺得它對自己的氣質 本身的這個自酒功夫的話 有一定的自信在 是的 可是問題是真的喝起來的話 一定要開來喝才知道的 對 你那時候的回憶還在嗎 覺得 就是辣辣的 我對酒沒什麼感覺 辣辣是你老婆吧 她本來都很辣 她本來都很辣 好啦 那這該怎麼辦呢 這是酒節目還是情色節目 還是 你自己亂想的啦 攝影棚走錯 這是因為你們的關係啊 你們兩個 攝影棚走錯了嗎 好來 沒關係啦 這瓶酒呢 待會你們私底下 跟那個玉琳 小論一下 喬一下 然後呢 是不是應該要把它賣給這個玉琳 那你如果大方一句話 就直接送給玉琳 讓他早生櫃子 大家 新的一年朋友一場嘛對不對 趕快送給他 讓他早生櫃子 以後我兒子就認你當乾爹嘛 你家有五十億 賣美賣美賣美賣 這個是 這藥酒一起來 最重要的 現在等到明年後年了 對不對 對啊 這個就直接送給人家 然後呢 沒關係 那個 那個維忠浩送給他 然後呢 改天我們問一下這個玉琳 就是說 他喝完這瓶酒以後 到底酒還是怎麼樣 對 我懂的瓶酒啊 因為 對啊 趕快請出你爸爸啦 如果你不給他的話 那寶個杯好不好 寶個杯是這個 這個叫你爸爸 這岳父也會往下拿 喔 岳父也會往下拿 我發現你有 人家是客 樂夫你是客 好啦 我們謝謝維忠板 謝謝謝謝 好 真正厲害的酒來了 哇 這個酒的話呢 年姊現在把家裡面的酒 全部都少了一遍 上回來了一個三十幾萬 三十萬 現在不得了 我們光看到這個酒的話呢 我們就嚇壞了 比前面那兩個這個維忠 還有玉琳 還有玉琳 帶來那個酒 不如叫多少錢 三千塊 什麼爸爸的 還有寡筊什麼的 來 真正要看到厲害的酒在這邊了 我真的覺得上你們節目 每次上完之後出去啊 每個人看我都是用那種 仰慕 羨慕的眼神在看我 愛慕有沒有 仰慕 就是說我家的酒 哇 怎麼都這麼厲害 那嚇嚇叫 今天這個 告訴你 這是我出生入死 採訪所得 喔 哪一年他去阿富汗啊 我不是軍事記者啦 打越戰打越戰 金門的 而且你看 光看這個 都沒有歷史 灰塵 這歷史的光芒啊 那時候其實齁 每到逢年過節 也許過年 現在快過年的時候 就是要去烙軍 金門烙軍 我們都跟著這樣大背啊 藝人啊這樣殺去 幾乎每年都要去 然後很冷很冷那個金門 可是我覺得說到那邊你看 在那個年代 這是大家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喔 那個年代就有這樣的東西 而且你不要光看這個喔 這是四美人對不對 對 四大美人 你看看 四大美人 四大美人 你看完之後喔 你如果再反過來 後面還有學問 後面還有梅蘭竹菊在背後 所以這個藝術品 哇這麼苦痛啊 四季如春 沒有 這個你再打開喔 這裡面都是酒 不是平 這平常可以當屏風 這裡面還是酒 而且是高粱酒 你確定這是四大美女嗎 為什麼都長得一樣啊 沒有啦 不一樣啦 其他還有一個戴眼鏡耶 對 哪一個 那個眼線還要畫 對啊 看起來都誰都趕快啊 四大美女那都誰都趕快 只有雙眼皮 四大美女 來打破料症耶 好來大家看一下 這是四大美女圖 來我們想辦法把它翻過來 剛講四大美女 然後呢 轉過來以後呢 看看看看 噔噔噔噔噔 來不要懷孫 哎呦 真的有點苦 來四君子 很有分量很有重量 你看 四美女後面四君子的 好美男出去 美男竹菊來了你看看 好 是不是藝術品 這個是酒嗎 還是屏風 酒啦 酒 你看它上面寫精品高粱酒 來 而且這個字感覺好像是用 跟那個那個剛剛那個維中 不是那玉琳一樣的 就是用手這樣刻上去的 但是它這個是手寫的 等於精品高粱酒 中華民國金門酒廠榮譽出品 然後這一瓶酒的話 這個呢又變成用印的 來精品高粱酒 這是不是 這是不是聽湊出來的啊 我開始懷疑 這是不是聽湊出來的 然後呢這邊呢 又寫幾品高粱酒 寫的又不一樣了 然後這個是幾品高粱酒 所以有可能這兩個是同一批的 然後這個呢是單獨的 然後這個又是另外一個 看箱在一起啊 但是看起來的話是一套的齁 這四個是拼湊出來的 這個四個不能單獨放喔 單獨放就像祖先排位喔 太難了 對 但是這個平衡在一起 他剛剛不是四美女嗎 對嗎 那四美女在鏡頭看起來很可怕 很像以前那個氣姑娘娘那樣 不要這樣子啦 不要這樣子啦 不是說我是出生入死 然後就帶回來的 這個真的連來就開運了 已經通過三個好處 而且 不通水 這個在擺上去 而且我不知道是你 站在擺上去那邊看法 我剛剛講說我們是去烙軍 是這些藝人陪我們去烙軍 一起回來 我們烙完軍回來之後啊 回來在進棚再拍 你看看這些人 這些人多麼大牌 誰 烙軍你看看 都還在嗎 有八哥 八哥哥 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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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誰啊 這個是那個啊 葉齊田 那個 那個 紀 方紀維 方紀維啦 這個是那個 張信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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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是去烙軍 烙軍 我們烙完軍回來在進棚 進棚要在補棚裡面的 OK 我們烙軍 我們烙軍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這也是 這後面有寫華戲 華視那個圖戲的時候 過年特別節目的時候 然後就回來 然後在棚裡再來 所以你那時候去金門烙軍的時候買回來的 就對了 對 那這個酒應該 這個 這個是杜汶耶 是那個 誰的太太 對 還在當主持人的時候 是嗎 是 是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 還有還有 這是楊玲 楊玲 楊玲在這邊 對 真的是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全部都是當時最大牌的明星 對 然後一起去烙軍 然後呢 您就帶了這個 四君子 然後四美女的一個 一個酒來 還有啦 最旁邊這邊還有一個 羅石峰站在這裡 喔 有大牌的 站在這邊 那旁邊那個咧 這有點像張青 張 張秀卿是不是 是 好像是葉艾玲之類的 是葉艾玲 對 這個不是很清楚啦 對 反正其實現在都還是很 有很多 也沒有那個喔 沒有張維中 沒有沈玉玲 他們都還沒出道啦 玉玲哥都還沒出道 有啦 玉玲那時候在出幕後 我們 我們兩個算新生代的巨星 好啦 這個到底是不是酒啦 是酒啦 可以照顧啊 你怎麼 你怎麼確定它是酒 我也沒打開來過 可是它前面不是鞋嗎 怎麼開啊 那是第一體成型的 它應該是分階段的 就是 身體歸身體 頭歸頭 然後你看一下喔 他的頭 好啦 這個到底是不是酒啦 酒啦 有啦 你怎麼確定它是酒 可以照顧啊 你怎麼確定它是酒 我也沒打開來過 可是它前面不是鞋嗎 怎麼開啊 老九霖這樣開喔 這很漂亮 來來來 也是這樣 一般的狗媽也是這樣弄的 來來來來 老九霖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個開法從哪邊開 你看 它這個地方開 很精巧 對 對 其實它有扣壓 它要扣子這邊 從那邊 這個是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扣子 機關的啦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扣子 你看 就像在玩遊戲一樣 對 這邊有一個扣子這樣子 對 然後它的酒呢就藏在這裡面 抽出來 來 我們把它拿起來 把公媽牌 這樣會壞掉 這樣會壞掉 公媽牌 來來來來 這邊 要從底下喝 底下 拿起來 九剩一半 好 這一個呢 九剩一半 你看 真的有九 就說真的有九 這個有時候很難拿 要小心 這個呢 九剩三分之一 這個三分之一 好 來 還有這一個 都沒有動它也會這樣子 因為這個要一起沽 所以我們一瓶酒一瓶酒 好 這滿的 唉唷 怎麼都不一樣 好 然後另外這一個 這空的 這邊應該也是滿的 我看它沒有蒸肉的現象 唉唷 這有時候非常難拿 這很熱脹能說 不是 不是 是它的瓷器在燒製的時候 有時候會變形很多 大大小小 對 有大有小啦 八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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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最滿 好 來 老九里我們一起沽啦 我們一起沽 然後呢 一瓶一瓶來講 因為我剛剛有 應該我剛剛有講了幾個疑點 就是說它的字體 好像都不一樣 那是不是這也是拼湊出來的 那剛剛那個大人年姐講 跟一些巨星到外面去烙軍 什麼烙軍啊 而且出生入死啊 他們家裡面的酒也很多 也不知道真的還假的啦 那樣子 我是覺得我那時候買啊 差不多 當時的價錢大概兩千五啦 喔 那麼貴啊 兩千五 當年 二十幾年就很貴 很貴耶 因為薪水來一萬塊 我都已經對 兩千五很貴 三分之一薪尾去了 好 來 而且很重很難拿耶 好 來 老九琳齁 我們年代我不知道 等等 好好的孤啊你 那她好好的孤啊你 你一定要孤哦 所以老九嶺現在正在算 正在算哦 好 是阿 這Black女 是君子的高粱酒 他過多少 差太多被他打 有啦 他G 來 老 mat 你現在酷多少 四千 要以酒類的標準還是殯葬業的標準來購買兩部對不對 沒有啦 美女跟君子那樣的啦 老九龍這麼嚴肅應該是很高 應該很貴喔 超過了三十萬嗎 我覺得是很貴的 有機會 這是很棒的 如果這樣子的話來 玉璃米菇呢 我的天 你當時說買一千多 兩千多 兩千多 我覺得現在來買 因為這個老實講這個算是很有特色 而且應該是買不到很稀有 而且我們跟這麼多巨星上去出生物是浪君的 我覺得五萬我會買 五萬喔 五萬我會買 因為這個擺在家裡面就是很低的 我覺得如果它的Quality的狀況很好 我覺得五萬十萬 撇開詹老師說會巨嬰這個問題 我覺得這非常有收藏價值的感覺 但是要品項完整 對 有一罐好好的 超過一萬二我就真的沒辦法 超過一萬二姐弟就要翻臉了 好 那林老師的話可以估到這個十萬左右 不可能 我覺得他值得 他值得 好 來我們請老九零幫我們估一下 這如果十萬的話 好來 叫什麼啦 四美女 四君子高兩九 英國八十三年 目前市場上 行情價是多少錢 你這一套的狀況是六千塊 有沒有 但是如果完美的話是一萬二 三 是不是 威中厲害 串起來 玉琳哥 五萬 五萬願意買 來國 林老師 我要解釋一下 第一個 這四瓶酒確實是同一個年代的 是同一個年代 但是這個是比較早期的瓷器 它在七十幾年剛出來的瓷器是這樣子 它因為沒有用掉 它又找到一瓶就裝進去了 所以這個稅條是八十幾年的 那你的意思是說它如果買了另外一批的話 搞不好也沒有拿到這一瓶酒 對它可能當時是找到這一瓶 因為過去的話這一瓶是蝦吃 它這個會打掉 喔 進來的時候打掉 它可能是說暢銷的時候 用一用 不夠 不夠賣 以前是很暢銷 然後它就裡面清出來 再裝一裝出來 那這一瓶酒有一個最大的缺點是 它是軟木塞也是很容易蒸發 如果完美的話是很不容易 那精品跟極品的差別在哪裡 這酒是真的 精品就是特選高粱 極品就是特級高粱 所以極品一定比精品 你說精品是什麼高粱 特選 特選 然後呢 然後這個極品呢 特級 特級 所以這個是更高 它的那個 它的酒的品質比較好 對 那這一瓶的話 林老師 林老師真的最好 不是比較好 我以為你在幫忙 林老師說10萬塊 當10萬塊真的有那個價值 但是一定要原版化的 如果今天是不是硬的話 原版化的 它絕對準時是 這不是手繪的 老九嶺 老九嶺 剛剛我其實也很懷疑說 這個會不會是手繪的 因為我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像手繪的 肯定不是 喔 林老師估的也很準 它是估手繪的價錢 那它這個其實 它都有文化的耶 因為它很有藝術感 像手繪的感覺 可是它的量很大 它有紋路 怎麼不是手繪呢 不是不是 它是貼上去燒製的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 這個量有 第二個它容易蒸發 所以它今天的市場價值 一萬多塊 是很合理的 這一瓶還有小強的印記 太香了啦 你家要大掃除了 太香了嘛 它就跑來啊 都洗嘎抓 太香了啦 太香了啦 可是這種如果要 這種如果說真的 那個品項非常完美的話 然後你來到拍賣市場去買的話 很少很少 可以賣到多少啊 大概也是 一兩萬塊那裡啦 喔 因為它是一個量很大的酒 但是在節目播出以後 可能就會 會 漲起來了 會漲價了 但我覺得四美人還真的好漂亮 我覺得你這還是要留著 不要開了它 對 但是真的是四瓶要 喝起來放 那你要是真的 有此的代價 真的一個一個 看起來真的也是還蠻可怕的 對啊 唉唷不會啦 搞不好 搞不好那個匡的價值 比酒更有價值 這個匡的價值喔 對 這個匡搞不好是那個 像馬樣啊 像牙的 像牙出來的 好 這個是這個 是君子 接下來的話呢 跟動物有關 這是什麼 兔子 其實喔 我今年應該是帶馬年來 可是因為馬年如果新的話 我帶新的酒就沒意思了 真的是兔年 不是上一個兔年 是在上一個兔年 對 年姐這瓶酒 應該也是金門落軍的時候帶回來的 這罐不是金門的 這罐不是金門的 這也有歷史紀念意義 因為為什麼 其實我們呢 我們家裡很傳統就是說 比如說今年是什麼年啊 家裡就會擺那個東西 擺來那邊 比如說 馬啊 豬啊 兔啊 虎啊 然後就會把那個生肖的東西 擺來那邊擺一陣年 那其實因為我們有小侄女喔 這個不是 這個 因為今年是馬年 等一下我們給各位觀眾朋友們看一下 他要放這樣子 他一定要放這樣 原版是這樣子 對 給大家看一下 好 你看看 你看看 原封是這樣子 他包的時候金字 對 他怕他有那個動到 震動 因為怕你磁器 帶的時候呢 會摔下去 對 而且這種東西都是過年初 你知道生肖的東西 裡面還有 你看 這是什麼 包 這是紅包 這是紅包 不是 這是應該四斤子吧 四斤子啊 就是 就是讓你擦那個兔子的 今天才知道 你都沒有你包紅包的人 你都沒有你包紅包的人的消氣 好特別喔 你看那個酒商居然做的那麼的那個 好 然後因為我有個小侄女是屬兔的 哇 所以這個大概 這已經十多年前的那個兔年 對 不是最近的那個兔年 然後買 這是 因為我姐他們家住台中 這是台中的什麼酒廠出的 但是是 台中的酒廠 因為我看一下上面有寫個台中啊 蛤 台中 沒有啦 沒有啦 這日本的啦 不是啦 他的出 代理商 是在台中這樣子 進口商 對 然後很漂亮很可愛啊 就像看到我們小侄女這樣 活潑可愛長大 然後我們就會擺那擺一整年 嗯 然後譬如說 換到我們屬豬的的時候 就把擺那個豬擺一整年 那現在快過年了嘛 我覺得 反正就是很傳統一種象徵意義 但是這個酒應該是還不錯的酒啦 因為我姐夫一直想說 其實有時候很想把它打開來喝 可是想說 哇 再放再放再放 等到他女兒 建造他如見小侄女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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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造他如見女兒 好久不見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爸爸的故事就出現了 然後 所以這個是那個 那個 姊姊他們 對 那個買的酒 我們都有買 都是會放在這裡 好 所以是兔年的時候 兔年兔年 給大家看一下齁 但是我這樣子看了以後呢 我覺得 它真的非常的可愛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酒標給大家看齁 是 這個是三兜里出的威士忌 對 這也是威士忌 不是 是日本的三兜里公司所出的威士忌 然後呢 很特別的就是 它的酒 你這樣子甩的話呢 覺得它的酒應該是只有在這邊 因為這瓶酒應該也不是 我覺得這瓶酒應該不是蒸發 本來就這麼多 本來就這樣 對 然後呢 它的一個瓶身的設計很特別 除了一個兔子之外呢 它的一個燒製那個瓶器的一個方式 它不是一體成型的 它應該是分階段的 就是 身體歸身體 頭歸頭 對 有一個痕跡 然後你看一下喔 它的頭這個地方呢 兔子的這個 耳朵 耳朵的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洞 有一個小孔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有這個氣孔 在這邊 像這樣在燒的時候 它比較不會變形 所以也就是說 它裡面放得久的話 它其實已經是封死的 對不對 不然的話你這樣子倒應該是這邊跑出來啦 對 所以這一邊 所以它是分開來 到這裡而已 所以它的瓶子的一個瓶身 應該就只有身體的這一塊這樣子 然後它倒酒的地方是在這裡 對 而且我是聽講說 像這種 因為算紀念酒嘛 只有生肖都生肖 而且這一年過了之後 永遠不可能再出這個酒 聽說這樣的酒都會 每一年都在增殖當中 真的還假的 都有增殖 所以呢 應該是還不錯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它的瓶器的那個繪畫 我不知道是不是手工畫的啦 看起來好像是手工畫的 我看一下 看起來好像手工畫的 但是 感覺起來畫得好像有點粗 還有畫梅花耶 而且過年的時候 你看它紅東東的這樣擺在那裡頭 還蠻喜氣 蠻喜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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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有沒有 他們每一年的時候 為了要拜這個太歲有沒有 神風神社都會用瓶器做這樣的生肖 對 主要是他們買回去呢 他們有那個煮爐 有個香火 也會過三圈帶回去 是代表犯太歲求平安的意思 喔 那裡面會裝酒嗎 一般的是沒有的 他們把它提升起來 就只有一個瓶器這樣 他們的酒是在外面 一大桶的 撈開來 再喝 那他們也是跟華人的這個 習俗一模一樣的 習俗一模一樣的 然後十二生肖也是有 一樣一樣 完全一樣 好來 這個確定是十幾年前的 有專賣品 十幾年前啊 不是最近那個兔年 十幾年前還保持那麼好 真的不錯耶 整個連盒子你看看 我現在已經看出來 它這一根這個洞是做什麼的 幹什麼用 它是勾著上右的 喔 它好像是上右 這麼細的勾子喔 對 它那個勾子 這個算粗了 這個用鐵的勾子 這個是硬的 硬的啊 確定是硬的 用硬的 好來我們請老酒領幫我們顧一下 都理得一個兔子的威士忌 你自己估的啦 一到兩千 來 沒有啦 其實它那個時候應該一兩千啦 可是我就想說這種紀念酒 一直在增值 一千八 一直在增值 其實我告訴你 我前兩天要來之前 我去問過 說今年出的那個馬年的 馬年的紀念酒 已經比去年的 又那個 又多了 就是一直在漲 酒一直在漲價 我等一下要來問一下 酒一直在漲價 李老師那個閃兜裡的威士忌 對 因為它在亞洲市場 以及全球市場裡面 我們那時候 對 還是蠻具有一個影響力的 對 好來請老酒領幫我們顧一下 應該有真實 好閃兜裡的威士忌 初年的時候呢 所這個出的一個紀念品 對 現在目前市場上行 請價是多少錢 這個威士忌 初年的時候呢 所這個出的一個紀念品 對 現在目前市場上行 請價是多少錢 三千塊 啊 超三千 第一個呢 我要解釋一下 第一個它用的酒 不是很高檔 第二個它這個量很大 它做的量很大 也沒有限量 那酒又不是很高檔 它只是節慶 那個年節 讓你這種收藏跟喝都可以 所以它是一個超貴的威士忌 它以前是 對 它以前一千八百塊 一千八喔 對一千一八 那為什麼會增值 是因為有人收藏這個酒 是為了它符合它的生效 或者一整套的開業 都是這樣子 它會 加一點錢跟你買 但是也不會增值說 什麼十倍二十倍 這是不可能的 對 好來 林老師 這個三德利的這個威士忌 這酒我也有 你說這一瓶 這瓶 造型一樣的 因為它每年都會有生效 對 那因為我跟那個三德利 他們都會送我禮物 然後對我來說是非常特別的禮物 因為它其實量也沒有像老九零說 那麼大 沒有那麼多 但是它就是每年特別的一些量 來做這個東西 當然裡面酒是Royal 一般是十二年吧 十二年 就是調喝威士忌 並不是什麼非常好的 那喝起來是OK的嗎 當然當然 但是好久 但是不是那種非常 我們說的single mode 不是它就是一般的十二年 調喝威士忌 可是因為它每一年做這個 以前剛開始出的時候 其實並沒有那麼受到歡迎 這幾年 幾乎在日本是一出來 就會被掃光 掃光 對 現在在收藏的 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了 聽說三德利的一個酒的話 光是供給他們日本人喝的話 其實就已經有 不夠了 就已經不夠了 我大概隔幾年 我都會去三德利的酒廠 它有兩家酒廠 一家叫三崎 對 一家叫白州 我都會去看一下 那在幾年前我去看的時候 其實是蠻大 裡面都是蠻蠻 他們wear house wear house 就是他們專門放 橡木桶的地方是蠻蠻的 然後去年吧 我應該去年去 然後去的時候 幾乎都空掉了 因為日本在過去二十幾年的時候 他們經濟是一直往下走的 所以他們的三德利 他們也會跟著他們的經濟的狀況 來調整他們產量是往下走的 對 結果在去年還前年的時候 因為他們在國內腳瓶 你知道很多那個腳瓶賣腳嗨 腳嗨就是把腳瓶加汽水 腳瓶加果汁那種東西賣得太好了 所以他們整個量是突然之間V型反彈 所以他們整個過去的庫存量完全不見了 所以這去年整個Suntory他們的威士忌 整個價格大幅的攀升 又升上去 像他們三騎的十八年 從以前的只有兩千多塊錢 下一瓶要到四千多塊 漲才一倍 三騎酒 而且還在騎漲狀態 三騎酒也賣得非常的不錯 非常 因為它是single mode 它還具有某種程度的收藏價值 對 包括現在很多 包括歐洲的收藏家 因為日本人其實是非常糟糕的 他們把最好的酒都沒有自己 自己喝 不會把好東西給國外 確定 所以現在很多歐洲或台灣的一些威士忌的收藏家 會特別去訂購在日本發行的一些特別限量酒來收藏 之前的話呢 這個我們節目裡面曾經介紹過 用那個是威士忌嘛 威士忌做 是威士忌還是做甜品 甜湯 威士忌 威士忌嘛 結果喝起來那個味道的話 那個甜湯的話 哇不得了耶 很棒 很棒 像六星級的飯店 我們今天呢也要告訴大家 威士忌呢 你把它拿來做這個中式的料理的話呢 那味道更是一級棒 我們謝謝年姐 謝謝 接下來的話呢 又有得吃了 我們跟阿中師哥又要來教大家 怎麼樣用那個酒來入菜 對 剛剛這個之前的話是用那個黃酒跟花雕酒 對 現在不得了齁 要用到威士忌 威士忌 對 那大家知道嘛 可以喝酒可以下菜 對 那今天我們都用了比較等級的材料 過年快到了吧 對 國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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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湯的嘛 那現在有肉片啊 牛肉片啊 雞肉片啊 都是用乾燒的那種 醬汁醬 對 所以這裡面的話是放了高湯 雞高湯 然後再放醬汁醬 然後裡面的鮑魚下去熬 然後加了 好 然後威士忌要加多少 加很多耶 通常大概加了 30cc 四肢也帶來了嘛 四肢也不好啦 因為菜沒一點 很香啊 對對對 那香味這樣就OK啦 那為什麼要用威士忌啊 其實 像其實我們比普通來說 我們用葡萄酒的白酒就OK啦 那就比較高檔一點啊 表示這比較尊貴嘛 過年啊 味道會很香 可是威士忌的話味道會更香 更香 這邊就很香了 我們這邊其實都聞到味道很熟 所以有更多的芬芬之類的 融在酒精裡面 那林老師一般的話 西餐料理裡面的話 然後用到威士忌下去左餐 用到威士忌入菜 基本上比較少一點 大部分西方是用白蘭地 對 用白蘭地 那你剛才可以坑白蘭地 當然是可以的 但是威士忌就是 因為配合金箔包嘛 比較高級比較嗆 可是有時候這種餐 很特別就是說 你加了什麼酒以後呢 它就會變什麼方的料理 比如說加了威士忌以後 等一下吃起來的話 會不會又變成西方的料理了 現在應該是這樣 無國界的一個料理 無國界料理 對 因為台灣是滿包容的啦 像泰國菜 外南菜 他們都在台灣也不錯 不是八大菜市唯一 日本料理也都很清 對 其實多國料理現在 像我是宜蘭人 現在滿流行什麼創業料理 創業料理 要燉三個月前要燉 都是套餐自合 其實宜蘭也四成一派 宜蘭系的台菜 宜蘭系的台菜也非常的有名 因為蒸腳嘛 空氣比較好 不過以前你們有在吃到包皮 以前不可能的啦 對 最珍貴的人才會想要這個包皮 對對對 來到我們的堂市嘛 因為我就都在飯店 酒家在上班嘛 酒家 因為人家的問題 以前台灣的那個板頭 都是酒家菜售的 對 都是酒家菜售的 這這樣好了 這樣可以嗎 自己在家裡面 熬要熬多久啊 我這是有燉燒三點營以上的 因為你會入味嘛 你這個可以喝嗎 可以喝這個湯 可以喝這個湯 好棒喔 不會太驚 OK嗎 這酒味 這酒味那個 那個 他終於是下了重本耶 這個玉琳哥痛風可以吃嗎 我沒痛風 道治理不是尿到截止嗎 吃這個嗎 今天酒量突然變好了 而且變得很好 那個 玉琳哥我覺得你這個可能 你這個可能吃一塊 你可能會醉喔 放心啦 他用以前有喝解酒液 喝解酒液 對 不然今天怎麼可能撐成這樣子 阿忠師耶 做回來可以吃這個嗎 有夠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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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做回來不要每天吃 大概一個禮拜一次嘛 做回來差不多一個月嘛 吃四便OK 其實我們以前還在說中方 其實不是這樣啦 這個中方也叫做滷肉飯 烤肉飯 烤肉飯 其實你三個月吃什麼 我記得 天天吃這個 都是這樣 對 今天吃過量都一個 是啊 來 來 我們再點一個 醬 過量不好 玉琳哥 過度才不好 你們頂多只能吃一個 不能過分 好 我們這個威士忌的話 威士忌它的一個 酒精濃度是多少 40% 40% 很累喔 很累喔 可以點火 好 主持人現在麻煩你 幫我幫忙 好 來 好 主意 要 要 有鹽巴 這樣看起來 氣氛比較好 氣氛比較好嗎 對 有味 這是好吃吃氣氛的 都會 都會嗎 因為受香味型 氣氛 中間那個是 不是 中間有一個東西 番茄 我們今天有放出那個 比較冷的 怎麼有酒 造型喔 對 是 這是一個磐飾 磐飾 不用可以拿起來嗎 不用 好吃 一般有東西 我們放裡面 泡菜 拿起來 泡菜也能吃 來 這得了 他中式很厲害 他中式因為是 國宴主持 所以呢 這個非常的講究 除了菜好吃之外 我們的盤式也要非常的不錯 因為呢才能夠搭配尊貴的客人 好 除人真是 好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就是這個 呃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阿宗司 用的 來給大家看一下 厲害 就是用威士忌 來 威士忌 阿宗司先喝了 沒關係 我們節目結束 他們沒要吃 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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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擔心就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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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這個通告有這個我來的 沒有啦 我擔心是 我擔心不吃的 所以沒有人本來不來的 通告語無重量 對 他聽到包語才要來的 我擔心就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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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啦 我們一個分給大家來吃 好 這大家都等 等了很久的時間 對 好 來 好 第一個呢給我們這個 有輕微酸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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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過呢我們在品嘗這一道佳肴的時候 這一道佳肴呢已經用了非常重的威士忌 來烹調它 那我問一下林老師 是 那如果要吃這個的話 左餐酒又是要用什麼咧 所以我今天介紹的這支酒呢 其實呢是西方的酒 那如果我們有看過日本有一個漫畫叫神之拿 專門講葡萄酒的漫畫 可是這一瓶不是葡萄酒吧 它就是葡萄酒 白葡萄酒 它是來自於法國一個特殊的產區 非常古老的產區 叫侏羅區 非常侏羅區的黃酒 它用一種非常特殊的葡萄品種叫 Savane 所做出來的酒 有點像紹興的氣味 在神之拿裡面就介紹一個 台灣的紅頂商人呢去了日本 結果他帶了他自己最喜歡的紹興來配中菜 特別是配鮑魚這樣的菜 結果呢不小心被服務生打破了 所以他們找了當地的葡萄酒專家 特別挑了這個來自於法國 侏羅區的酒來搭配 所以今天我們用一樣的東西來試試看 所以那漫畫裡面告訴大家 就是用這一瓶酒 佐上了這個鮑魚的話呢 是最佳的一個絕配 那神之拿裡面呢 介紹了一個這個酒神 那個酒神裡面呢 要去找世界各國最有名的 又便宜的 應該是說等級非常不錯的這個紅酒 那其中呢有一瓶酒 就介紹了這一瓶酒 我們待會呢就好好來喝看看 漫畫是多多的 到底是不是真的 其實也是跟紹興酒一樣 有一點氧化的氣味 所以呢它的味道呢 不是像一般的白葡萄酒的味道 帶著一點點的那種 像紹興啊 梅子啊 或者是一些熟成之後的特殊的氣味 天啊我剛剛看到這個我就覺得很想喝了 來來來來來來來 看點看點 謝謝 謝謝來 好來 我們 酒中的黃金 對 這個真的很討喜耶 過你喝這個八大財 八大財 謝謝 滾滾 謝謝 謝謝 大家發財 而玉琳怎麼樣 它今天的這個酒 剛剛我們前面喝的那個 前面西班牙那個 雪莉 雪莉 都是酸系列的 對 就是帶點微酸這樣子 但是入口的感覺很好 而且一樣跟這個鮑魚呢 它還是那個搭配的那個融合感非常好 前面鮑魚的話是威士忌喔 然後搭上的這個的話 對 非常OK 一樣啊 那個鮑魚的味道還是留著 還是在 那個鮮味是在的 對 其實呢搭這個酒的話呢 最重要要提升所謂的你的食材的味道 對 然後呢 你本身的那個酒的味道呢 還是能夠延續下去 綿延下去 你剛才有喝嗎 喝這個酒 我有喝 很讚 現在一喝酒 在這裡 我們大家經常在酒店都知道 他說他酒店有沒有 對 消息一下有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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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